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那个右下角 各位的左下角 在那一边可以看到 这是妙光法师 跟大家拜年的 这张用AI生成的图 当然是把大师写给我们的 新年的祝福 就春年的末宝 从云水自在 然后祥和欢喜 然后我说 他就快要成为祥隆尊者了 这AI生成的图 真的是很有意思 但总之我们借用他的图 来跟大家继续拜年 在大年初二 那当然今年是农年 讲到这个AI生成图 我突然想到 他曾经有一次 他说他跟青年在研究 用AI生成的图 他们在那里做啊做啊做 后来他们发现 这个做出来怎么长得像 永固法师 各位想不想望一眼呢 这个跟无关我们今天的话题 但只是讲到AI生成图 不如就散现一下 秀一下 像不像呢 我说除了到处都圆圆的 胖胖的 这个比较可以类比 其他这没有什么类比性吧 但总之他们说看起来很像 大概是因为这样就用个背景 就贴了一个YouTube的标志 大概就是为我们早安佛光 做了一张图 好了 现在可以还是退下来比较好 不然会干扰我们的主题话题 好 我还是回来讲 龙年 我昨天讲说 其实龙跟佛教 是有很多因缘的 那大家最常听到的 哪几句呢 比如说天龙八部 那如果你去查 可能一查就变成是金庸小说了 其实是金庸先生呢 他借用佛典之中的 经常出现的 只要佛陀出来弘法 然后呢 都有一些护法神 他们一来也要听法 二来呢 他就要护法 像这样子呢 就是天众龙众 其实一共有八部神众 所以叫天龙八部 那当然有八部 但是因为为首的呢 先讲天众 天神 然后龙众 那就是龙王 这龙王还有在管 多少哪一个方向的海 就是有许多的龙王 那他们的家族 他统领的这些子弟兵啊 叫龙众 然后呢 还有这只是为首代表 所以叫天龙 一共有八部众 除了天众龙众之外呢 第三个呢 是夜叉 因为他就不用多介绍 大家比较会常常听到 那第四呢 叫钱达婆 钱达婆呢 他是一般讲叫香神 他是不会去吃其他的什么食物啊 他是以香作为他的食物的 所以他既可以有这个 他也是跟音乐有关 不过他的音乐呢 是比较偏向俗乐 他跟锦纳罗的那种法乐呢 有点不同 但同样都是 这个佛陀在说法之前 他们会赞叹啊 会有音乐供养 真的叫音声做佛事 那他们都会先行供养 那讲锦纳罗 锦纳罗就被称为乐神 或者歌神 有时候我看有一些 这个影视啊 歌星啊 他们那种声音好像 不属于我们这个人世间的 那种超凡脱俗 总是啊 他可以超越所有的语言 国籍 就那种音声之美 不分什么种族之类 那个大概 我在想 我都是说 那个大概都 如果不是钱打婆 不然就是锦纳罗 都是这种天众 就是天神界的 那来到凡间 来跟我们结缘的吧 好 那另外讲 就第一 第五应该讲欧修罗 欧修罗要讲 他们是容易 比较容易嫉妒 称恨 但是呢 是福报很大 力量也很大 然后接下来是 加罗罗 加罗罗呢 就是我们说的 大鹏金翅鸟 那个鸟有多大呢 一盏翅 哇 三百万里 那么可以遮住天的 像这样 然后再来是刚刚讲的 月神歌神 就锦纳罗 那最后呢 摩赫罗切 摩赫罗切长什么样呢 如果你看那个天龙八部 有的是马首人身 那这个摩赫罗切呢 就是蛇首人身 但他们呢 其实还是属于鬼神道的 那比如说 刚刚讲龙 龙还是属于畜生道 只是在空中呢 最有力量的 就是龙 在陆地上最有力量的 那是像 所以我们在称 佛门龙像 叫这佛教的动良之才 未来呢 能够附和 这个弘法重任的 叫佛门龙像 我们常用这个龙 去形容 力量很大 影响很大 那当然天龙八部 他们是因为 本来他们可能属于 在不管是天界啊 是鬼神道啊 但他们慢慢因为天文佛法 拥护佛法 包含 保护 修行善法的人 所以他们慢慢具有菩萨性格 他们的夜报也随之在改 本来比如说 摩侯罗茜 他是畜生道中 是蛇形的 在地上 爬形的嘛 但是慢慢有修为了 他也可以像 得一个人的身体 但是呢 他那个 那个 面容的形象 还是 就是蛇的形象 像这一些 但他们一直都是 追随着 就随试着佛陀 包含菩萨 包含有一些 有修为的欧罗汉 这一些 他们都是跟着 在护持 所以当佛菩萨 在说法的那个现场 他们其实 都是在 那个 无形中 是一种保护的力量 那尤其他在人间 也一样 会保护这种 修持有道的人 或者道场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 哎呀 真的是感谢 龙天护佑 龙天护佑 这怎么样来 就是刚刚讲 他就是在 要听 他们也要听法 他们也希望 可以修行 这样他们的夜报 才可以改变 脱离鬼神道也好 脱离畜生道也好 他们就越修越好 所以一直也是 在护持这个人间 今年因为是 十二生肖 进入甲城龙年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有关龙的话语 经典中好几部 经典绿典 其实都有出现 谈到有关龙 比如说 我们讲 法器 我们不是要 不是只有早晚课颂 包含法会 这些 那么在唱颂 敲打法器 法器 就称为龙天耳目 这并不是说 你只要敲它 它就赶快出现 来保护你 不是这个意思 是当你敲打法器 唱颂的时候 这些天龙八部 这些护法神 他们就会要来 就是他们也要 就是也要听 听闻这种 唱颂 清静的泛音 他们会欢喜说 这就是 他又可以 听闻泛乐 又可以修行了 所以他也会来护持 所以一个道场所在 要你说 平常使命都不动法器 这不行的 这个其实 是自己的功课 修行 同时呢 也是在供养 这些护法龙天 当他们听到的时候 你法器一动起来 他们欢喜 就来好像跟着在 课颂一样 然后要来护持 所以我们讲说 法器要施打如法 如果不如法 这个护法天神 也会觉得这个地方 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 之后他也会舍弃 他要护持是有道的道场 像这样子 你说这有什么差别呢 当然也有人讲说 像我们常常在讲 感谢 感谢诸佛菩萨 护法龙天 常常这样一起说 当然他们的 这种境界层次是不一样 诸佛菩萨 他不是神 他是修行成就的 就是已经到修成佛果 到达菩萨 到达菩萨这种圣贤界的 那天龙八部护法神奇 是还没有的 所以他们很高兴 你有在说法 他要来听 你有在唱诵如法如意 他要欢喜 他来听闻 他起欢喜心 他来护持 像这些 都是跟 天龙八部也好 龙众龙神 护法神 跟我们寺院道场 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甚至于说 其实你比如说 这个有几部经典 是收藏在龙宫 龙宫其实跟天宫 跟净土 他一样那么美 一样是七宝这些所成的 龙宫的龙王福报 还是很大的 所以他把一些经典 把它保护在龙宫之中 你像龙树菩萨传里头就写到 龙树菩萨怎么会送出 这么多的这些经典呢 就说是大龙菩萨 带他到龙宫 然后把他们保护得很好的经典 就悉数交给他 像这样就有关于法宝的流传 这些龙王也是大护法来的 那当然很多经典 我说时间有限 我只能讲 比如说法华金里头 八岁龙女都成道 龙女是谁 她是苏杰罗龙王 就海龙王的女儿 所以是公主来的 虽然是这个龙女是公主 福报也很大 最主要是她善根 但毕竟还是畜生道 可是在法华金之中 畜生道 女性 这个恶道众生 一样可以成佛 这个是在经典当中 特别法华金 讲到成佛的这种思想 所以今天就顺道一题 你不要看她 这畜生道如何 但是他们的修行 他们护持佛法 守护有道等等 那可是非常的 克尽职守的 这个我只能讲 说不尽的感谢 你像昨天前天 从除夕初一到今天初二 就这三天 在卧太华 温度都是零上八度到十度 我简直是不敢相信 但是实际上就这样 我们走出去外面 不用披上外套都可以的 但总是非常非常感谢 所以也可以讲 天气太好了 那个昨天 初一星期六 来到卧太华 各位要知道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然后超过 目前我们在看 有没有到一千人 我想是没有 但是超过五六百人 肯定是有的 光是领取便当的 都超过三百个便当 我们只是用一个小时发便当 因为实在是做来不及 各位知道我们那个小厨房 真的好小 这个师姐们 义工们 跟有望法是挤在那里 这个 我也只能忍痛说 那就到一点钟 她说 这个菜什么都出了 这些 不是没有供养性 我也知道 设备 这个空间 空间很有限 只能挤进这么 我这样看大概八九个人吧 这一字排开 再也没有其他空间 能做得这样 那在下午 一直到 大概四五点 当然晚上彩排 又是另外一批人进来 但总之 以这样的人数 在一间铁皮屋里头 其实是很热闹 昨天很多信徒 看了之后很感动 对于未来到场的需求 大家就说 哇 以今年这样看 已经都挤进这么多人 其实我们在李千佛之后 我在讲话的时候 哇 我就 我是看不到门口外面 我没有那个透视眼 我是看人一直挤在那里 我说进来进来 尽量进来 但他进来他还是满的 可见那个人本来就是 已经堵到门口外面去的 那一折一喜 一折一忧 喜的呢 真的这么多社区的朋友们 慢慢认识佛光山 也在这里 他们也不是说烧炷箱就走 他真的整个文化体验 带着小孩子来 我看到不同这种 不同国家族裔的朋友 穿着他们的传统服饰 很隆重的来拜年 看得到好欢喜 最主要大家来就得欢喜 所以我说一折一喜 这欢喜是不在话下 一折一忧呢 几位多年来的义工 就说我们还要再忍耐 三年到场才会见好 当然人成辈成辈的这样成长 我说没有关系 只要规划 当然今年的这个人数 有点超出我们的预估 所以引导上 我想还是可以加强 就让大家 有的人说等不及了 这样来了一趟 挤不进去 就离开 我听到有这样子 觉得很可惜 也很抱歉 希望就是今天 星期天 你昨天没有上到香 你今天一样可以 你天天都可以 当然星期一 在这一次的星期一 还是要开放 毕竟还是大年初三 没有让法师问我 我说是应该开放 我们法师大家都留守 有公务的 参加其他活动 像沃泰华的庙会 沃泰华的春晚 他们主办人都亲自来邀请 我说还是去 还是去 大家都这么 这么诚意 总之我就想说 我们只要把它 规划好 明年还可以再更进步 有今年这样子的基础 就是观察 我们会把它 在这么有限的空间里 把它规划好 今年有一些 不尽如人意 给大家等很久 排队排很久 年菜有些人 来问的时候 已经都受庆 我们每天都有预留 今天也有预留 当然今天也是昨天晚上 我们要赶工制作出来 但当然佛光年宵 到今天的下午四点钟 就会结束 我们从早上十点 举行的是 现灯祈福 即文化展演的活动 当然我之前讲了很多 特别我们的小朋友 很多节目表演 我们的老师们 节目表演 然后一样会现灯 然后就是 这个下午 当然都 佛光年宵开始了 因为场地实在不够 我们得要把几个 文化的摊位 整个搬到外面去绽放 让人进来 到用餐的时候 这些摊位再搬进来 这个中间 要有一点转环的时间 所以有很多需要大家的包容 跟体谅 当然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了解 我也可以感受到 好多人都说好感动 知道这么小的空间 要做这么多的事情 而且我常常听到有些说 你们做得好细腻 设想得好周到 做得没一样那么精致 感觉到真的很美好 我想我们的用心 大家感受到了 同时也感动了 我感觉很好 总是如同我昨天讲 这进了一家门 就是一家人 不是一家人 就不进一家门的 来了就是回家 所以很高兴 这个春节 是我们全球华人 共同的节日 所以以此因缘 好多人找到回家的路 回到自己的法身 会命之家 所以今天很高兴 跟大家龙年 谈龙跟佛教的关系 同时也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几天 这次的佛光年宵 非常的圆满 那当然今天 就是第五天的 到了今天之后 那我们当然会缩小范围 有一些 还有一些 这个余货呢 还会有一个小小 可能集中到流通处 尽量就是 还是把它保留 这个正月期间 还是很欢迎大家 回来 一样正月赏灯 一样可以看看年货 好了 那就请容许我邀请大家 今天的 如果您在渥太华地区 早上十点 你最好稍微早一点点 因为我不知道 挤进来的情况如何 那总是希望 还是可以皆大欢喜 好 在这里邀请大家 也以大师的这一幅 春年的末宝 云水自在 祥和欢喜 来祝福大家 迎接新的一年 都能自在 都能欢喜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吴 优优寻 优优 优独自 优 优独自